好 兩年前呢 這花蓮婦禮鄉有最美鄉長之稱的張融融 在當選之後 直接簽戶籍 沒有上任 怎麼如今呢 又被爆出來說 他先前辦了活動 應該要繳交給藝術家的上百萬款項 一次拖欠沒有給 甚至扣著農會出面 幫忙善後 最近呢 他獻身香水發表會 但是面對記者提問 直接轉頭就走 新店開幕 優雅地向顧客打招呼 他是日前曾經當選 花蓮婦禮鄉長的張融融 但他當選後卻沒有報到上任 還秒間戶籍到台北經營生意 如今再爆出新爭議 雕像雙手高舉展望未來 這是張融融與合伙人 2022年舉辦的 婦禮友人藝術季展出的藝術品 但有藝術家爆料 直到兩年後的今天 還沒有收到出展費用 而展品後續處置也都是通通擱置 他雕的是潘雨琴個人的雕像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收藏他的藝術品 農會指出這個雕像針對性強 根本就沒有辦法收藏 但活動過後卻沒有收到張融融後續通知 之後他們是不是有沒有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清楚了 更誇張的是農會早已將活動大筆經費繳付出去 根據藝術季財務報表 當中有幾比274萬的藝術作品費 應該是張融融與合夥人要負擔 但他們卻沒有撥出違款 面對記者提問 聲音兩年的張融融瞬間垮下臉轉頭就走 曾經的最美鄉長如今卻遭暴欠錢不還 讓人跌破眼鏡 記者專門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